因為各位要知道現在國外很多觀念都已經改變 日本也在改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寧可各位有機會多到日本去走走 不要把自己關在台灣 你所學的東西你就去日本用 用到好不好都不要管 反正就盡量去用 你能夠講一句就算一句 講兩句就算兩句 真的 大膽地去用 用了以後你才會知道差別在哪裡 我們真正在用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簡單 但是我們都不會用 很簡單的句子我們都不會用 我講真的 我舉個例子 我們去到日本 你第一個一定要check in 對不對 我要check in 你怎麼會過來講 你看這個就是一樣 你就跟他講說 check in check in 對 です 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他可以用です 名詞 名詞嘛 我直接用です就好 對不對 好 你剛剛講的 check in 可不可以 請幫我check in 那其實正確的應該是check in します 我要check in する 所以正常來講是應該講 check in します 我要check in 那我來到你面前 我直接跟你講check in です 可不可以 可以 不是要check in 所以我為什麼跟各位講 就是說所有的動作 其實講話都很簡單 你不要把自己限制什麼 但是因為往往我們都是怎麼樣 都依賴各本 我們都認為各本這樣講 我才能這樣講 不是這樣我就不能講 沒有這回事 所以為什麼我都盡量教各位 盡量去套 你就盡量亂用都沒有關係 對方能夠聽得懂 你用一次他能夠聽得懂 那就OK了 好我問你嘛 Check in します 我說我要來 我check in 那對方一定會講什麼 他是不是 沒有沒有他一定先告訴你 我叫我 因為他要確認你是 有沒有預定何或是什麼 所以他接著 沒有我們往往都是怎麼樣 我在做這個動作 問了以後講了以後 他就回我的話我聽不懂 都是這個的問題嘛 所以我只要定下心 我在講這個時候 他講什麼我就給什麼 這樣就好 所以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一定問你嘛 你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那你如果嫌麻煩 擔心對方講什麼你聽不懂 你就乾脆把名字講出來 Check in します 他就知道 這句他就不會講 所以為什麼我都是希望各位 你主動出擊 所謂的主動出擊是 我掌握所有的講話權 我不但你有講的機會 我直接告訴你 我來Check in 然後我姓陳 那他就會幫你吵 對不對 然後他一定接著 會跟你講說 Passport お願いします 對不對 請你給我看Passport 他一定就講 沒有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 就是在現場裡面 當下你會出現什麼樣的對話 你只要掌握這些七等原則 大概就不會跑掉 老師 那個筆可以換深的筆嗎 沒有 這個最深的 剛剛那支筆已經快沒深 這個比較深 PASSPORT 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請你給我看你的PASSPORT 那你當然你就拿出來 這個時候會有幾個問題 像我們幾個人一起去的時候 跟我單獨一個人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些飯店他只要帶一個人就可以了 那絕大多數百分店是全部的人都要 這樣子 所以你就要追問他 全印ですか 或者是呆又假 你主動問我就是告訴各位就說 我希望你主動問 你主動告訴他 全印ですか 是全部人嗎 還是呆又假 就是預定的人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直接告訴他是 我需要全部的PASSPORT給你嗎 還是我只要我是代表人 我給就可以了 那你這樣他一定會告訴他 全印お願いします 他一定會告訴他 全部 因為是你發問 所以你知道話題的重點是什麼 你不會被牽著走 我掌握主共權 主共權在你自己的時候 人家講話你就不會聽不懂 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完全被控 他一直在講你根本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好 我們各位 接下來他會再跟你講什麼 因為這些對話 百分之一百你會用到 這些東西很不好意思 沒有一本課本教 一本課本都沒有 整個都沒有 沒有 課本哪有叫這個 都沒有 所以 課本那個都是 很空泛的東西 こんにちは 就是聖國的こんにちは 那個已經都沒有用的東西了 知道嗎 好 接下來他會跟你問你什麼 一定會問 百分之一百問 我問你 他不會吃早餐 沒有 他 你剛check in他不會跟你吃早餐 你check in的時候一定幾點 3點以後 不要問 一定是3點以後 所以絕對不會問那個 他拿到你的護照會怎樣 你護照拿給他 各位要去想像那個畫面 拍照 不用了 拍照 不是拍照 絕對不會拍照 他們拿去銀印 他一定會拿去銀印 但是 因為這個牽涉到什麼 與視權 個資的問題 所以他一定會問你說 Copy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所以我們有時候他會照聽 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所以他一定是會問你就是 Copy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或者是よろしいですか 因為他一定都用進去 就是我拿你的護照去銀印可以嗎 這時候你怎麼回答 Copy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 いいです 或者是直接講豆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豆子說 いいです 都可以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 這個基本上一定你到任何一家飯店 這個動作一定會有 這個動作一定會有 百分之一百 他都沒有問 都直接拿去銀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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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沒有聽過 沒有銀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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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去銀印了 上次去那個也是這樣子沒有銀印了 沒有銀印過 沒有銀印過 私底下拿去銀印 你可以給他complain 你可以罵那個 我們根本都知道拿去銀印了 對啊 拿瘦的就拿去銀印了 不是呀 我們都跟團 對啊 不是 跟團當然都是導遊 你對方你弄好了 那不是問題 我現在是希望各位 慢慢去自助旅行 你們要學會自助旅行的 這些東西 我上次自助旅行 那天外面小姐朋友的時候 那個都不理貌 沒有那個都不理貌 那個都不對 真的 那是很嚴重的錯誤 在日本那個 所以你們要注意 在日本你拍照也是一樣 你不要對著人拍 要先問他 對啊 我聽說要不就偷拍 你不要那麼問 問他一定跟你想拒絕 他一定不會 不會給你拍 真的不會給你拍 日本人很在乎這個 那你這樣偷拍 你對著人的時候 他會認為你在偷拍他 所以你在拍照要很有技巧 你就看你遇到這 你就去圓圓 現在的那個手機效果很好 連他多圓都能拍得到 所以你看多圓圓都能拍得到 你知道嗎 那個你去問他那個可不可以 他多半都會跟你講不可以的 不像台灣人 台灣人高興就不得了 好好好 台灣人跟日本人的個性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那些東西都要知道 還有那個店頭的那一些 日本的商店門口不是都會擺一些 那個公告或是什麼 那個也不能拍 那個要注意 那個也不能拍 你拍被他看到的話 你沒有問他的話 你拍被他看到的話 他一定要你把他刪掉 因為那個牽涉到處做出來 海報設計 櫥窗 那個都不能拍人 對呀 那要小心 我就看過有人拍那個 就當場店員出來 邀請他把他整個刪掉 現場 他說這個有製作權 絕對不能拍 要不你就怎麼樣 頭拍就趕快走 拍人就趕快走 那個都會要注意 那個都會要注意 尤其是守衛海報那一種 有沒有 他們都會寫多少價錢 我們就有時候覺得 這個價錢這個 拍起來 那個可以做參考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都不行 那個要特別注意 他沒有看到就算了 有看到他一定會跳以三條 這個都要注意 所以他們對這個Copy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他們多半都會問 問你說我拿去Copy一下更可以 基本上那才是對的服務態度 如果沒有問表示那一家飯店訓練不夠 我這一次是去幾乎都有 幾乎全部都問到 好 然後問好之後 他一定會那個告訴你一些飯店的規定 對不對 他基本上大概講的會是什麼 早餐哪裡吃 對 他鑰匙會拿給你 對不對 對不對 他一定會講黑漢漢語 比如說306306室です 對不對 他告訴你這個之後 他交鑰匙給你 他一定會順便告訴你 對不對 那306代表我們一般的 這個判斷馬上就是要刪了 對不對 那如果比較有受訓練的那個飯店的話 他一定會再提醒你三個也在刪了 然後順便告訴你 這個要打在哪裡 所以他一定會告訴你 比如說三個也在刪了 對不對 因為ELEVETA1在哪裡 ASOPORES 他會告訴你方向 所以ELEVETA因為我們脫著形體進來 他一定會告訴你 那個尤其大一點的飯店 大概就會告訴你ELEVETA在哪裡 所以一定是ELEVETA 這個一定要注意 所以這個時候他給你這個這個 甚至於他就會告訴你那個 好順便他會告訴你說 ASOPORES 如果你有順便預定BANGORES 這個他一定會告訴你 他一定會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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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RAN 大概不外遇這個人 他們有些餐廳都有名字 所以他會告訴你名字在哪裡 那如果這兩個地方是一樣的話 他就會是同樣的 他會告訴你 ASO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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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地下游 ASO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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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ASOPORES ASOP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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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地方就要注意 這個地方就要注意 所以 因為 溫泉冠界是 算人頭的 他是算人頭的 我本來五個人住 你本來要給我兩個房間 日本的榻榻米的房間 通常沒有那麼大 還有一個榻榻米房間住個人的 不可能啦 絕對不可能 但是因為是忘記 我也沒有跟他留 我只邀請他給我最大的房間 他馬上幫我換 這表示什麼 他還有空房間 那你為什麼不給我們那個 後來當我們換一個房間是 兩張床 然後 坡盤 碗 筷子 調味料 什麼都幫你幫 對不對 快沒了 沒有 他給我的碗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對 不是塑膠碗 用過就丟的那種碗 所以以前沒有啦 對 所以日本 日本怎麼會用那一種 保利用的那一種碗給客人 你有吃過嗎 我在日本從來沒吃過 我那一天拿到的時候我很不爽 超級不爽 怎麼會用這種東西 來 帶客 日本他們在怎麼樣 在賣 塑膠碗 對不對 而且塑膠碗都很漂亮 乾乾淨淨 絕對不會去港 絕對不會 你想看看 用保利用碗 你會怎樣 塑膠碗有自己叫的 超過的泥泡 但是我跟你講 像我去泥泡 他每一次的碗都是破的 因為他的碗都是從中國大陸運過去的 那是泥泡 那是泥泡 我是說塑膠碗不會破的啦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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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塑膠碗會 也會裂開啊 塑膠碗也會裂開 我相信會 我沒有酒就會啊 是啊 但是日本 我從來 我從來 我去日本恩便了 我從來沒有用過 那個 像吃泡麵那一種 保利用碗來 來 當那個 放拉麵 我第一次吃到 我又超級不爽 那一天忘了拍照下來 你應該把那個拍下來 那個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很多東西日本在 墮落 很明顯的墮落 真的很明顯 這一次去給我感覺特別明顯 他們在衰退 反倒是台灣都進步 真的 所以我那天才跟同行的朋友講啊 我說台灣有機會超越日本 對啊 連公車都那個 東排隊 那個等過馬路的時候 在那個停車停那邊 東照排隊 你說台灣 對啊 對呀 台灣現在進步了 現在台灣人進步了 沒有 我是講真的啊 台灣在進步啊 台灣不斷的在改變 而且 台灣人真的有錢 有錢到 不可思議的 真的啊 我這一次去 不管多深深 聽到的聲音全部台灣人 全部 這樣那種光光區更不用講 那銀山溫泉啊 那個 仙台城什麼的 全部都台灣人啊 聽著 隨便都有台灣團 隨便 不過台灣人也覺得是我們這一代 這個年年年年了 所以 現在還是很有錢啊 不用怕進來 我跟你說啦 那十年也吃了一口 真的真的 我絕對敢講 他們在十年也吃不完 不要講十年 二十年都吃不完 現在都不賺 二十年你也吃不完 他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絕對吃不完 剛好在他台灣警隊啦 然後又台灣人養存檢的關閉 是啊 很嚴重的存檢的關閉 那個是過度了 而且台灣人是捨不得挖錢 真的捨不得挖錢 然後 我這一次去也發現到另外一個 日本 最近 很多商店 大量崛起 二手商店 二手商店 這代表什麼 日本的經濟在下墜 人們開始覺得 全部夠用 所以就開始節省 二手商店 崛起到什麼程度 買地都有 而且真的很便宜 沒有啊 都市也是二手啊 連鎖店 很大 那民主店 那民主店 非常大 而且東西都很好 因為你們知道 日本隊要守的東西 他都整理得很好 你們知道那個不夠 我跟你那個賣書的不夠 現在 現在 不只賣 賣 賣 皮包 衣服 鞋子 全部都賣 碗塊 什麼都賣 全部都二手 而且便宜到 你會覺得 不可思議 像那些名牌包 一個都幾萬塊日幣了 幾萬塊日幣了 然後我跟朋友去逛那個二手店 我一直想在台灣買那個 Rotex的那個 封衣 衣服的那一種 台灣很貴啊 隨便一件 都買一萬多 還不一萬多 對不對 都一萬多 差不多都一萬多 那個 弄死會死的 那個 我在這邊買一件 一萬多 日幣 很薰的一樣 很大都一萬多 日幣啊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什麼 像 長毛像 那也都一萬多 長毛像的那個外套 Rotex的也都一萬多 一兩萬塊日幣而已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LV包包 一堆 那我為什麼比較敢在那邊 因為 日本比較不敢賣腳貨 因為日本賣腳貨很嚴重 所以 你看到那些名牌包 那兩萬三萬 就這樣而已 真的很便宜啊 所以我才會不會講 你們有機會 在近日本的時候 會去逛逛那個二手店 然後 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一點點的話 多大你知道嗎 像一個超長毛的 全部賣二手的 就像美國大賣長毛的感覺 整條 整條路旁邊都是 賣鞋子的二手店 衣服的二手店 什麼的二手店 全部都在那裡 都是名牌 真的 我是不明信名牌 我是什麼衣服都穿的 所以我更不在乎 但是 我知道 我一直想買一部 Godex的 因為出國很方便 冬天的時候 我只要裡面搭著 你東西在Godex就夠了 但是在台灣實在買不下去啊 都一兩萬台幣是怎樣 真的買不下去啊 這一次看到 試穿一下 還可以穿 連考慮都不考慮 馬上 那個差異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日本在改變 日本是不斷的在墮落 所以要去日本我們趕快去 要不然以後那種 服務的態度一直在降低 這就是我跟各位講 他們在算推 台灣真的是很厲害啊 台灣不斷不斷的在前線當中 而且 進步的速度越來越快 真的 那個在改變 所以我比較希望各位 往臺灣進步的國家去看 不要往後走 他們才會進步的更快 他們有那個農曆啊 而且這一次去我跟那個日本人聊天也是一樣的 才知道 真的 日本只有20% 對不對 有護照 這代表著 日本 出國人只有20% 80% 沒有出國過 這很簡單嘛 你沒有護照 我沒有出國 我們都以為日本人出國很多 沒有 少到可憐 沒有辦法跟台灣比 台灣大概90% 全部都有很多 包括嬰兒 真的啊 我跟日本人講 日本人都說 真的嗎 我說真的 這怎麼可能 我說真的 我就舉例給他們聽吧 我說 台灣一年來日本玩的 460% 每6個人就一個人到日本來玩過 不是嗎 很可怕 欸 只有日本 加上韓國 中國大陸 美國 這些國家 不要講美國 中國大陸 韓國加日本 大概 全台灣人都出國 也許 台灣人很多人喜歡去大陸 沒有語言通 是啊 然後問題是 大陸沒有開放 還沒有開放 現在去都是違規的 對啊 都是違法 都是違法 對啊 都是假借那個 什麼 交流 什麼鬼打架的名義去的 現在是不能開放 還沒有開放 大陸沒有對台灣開放 不是我們沒有開放 我們開放 他們沒有開放 所以日本也是啊 大陸對日本開放 是10號那些才開放 這個月10號 剛好我們從日本回來 所以我在那個之前大陸 日本完全聽不到大陸人的聲音 去那邊就很快樂 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很醜 我想是這樣吧 真的很醜 好 各位要知道 像這個 一定 他一定會告訴你 然後還有一個 台灣人很喜歡 就是 歐浮羅馬 這個也是 歐浮羅馬 你要問他也可以 像我去飯店我一定都會問 有沒有大風雨場 因為我不喜歡在房間裡面洗澡 因為太小 很不舒服 因為日本的房間 本台都很小 所以你在裡面洗不舒服 所以我喜歡去 大風雨 那包括東京 有很多飯店 他基本上都有 泡澡的地方 所以我比較喜歡去那邊 泡澡 那當然溫泉地一定都有 他就會告訴你 在幾樓 那多半都是一樓 藥部就是地下一樓 所以 這個地方 除非 除非他是 大風雨的飯店 還有一個地方 有可能 電動 看風景的 所以 多半他都會告訴我 胡蘿巴巴 南蓋里斯 那你就知道 幾樓有這個東西 這個 這幾個東西 這個就在check in的時候 比較會常用到的一些單字 跟用詞 你會比較常聽到 我希望各位去靈活運用 不要 不要死背 沒有用 這些東西背都沒有用 因為每個人的講法 表達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我比較希望各位靈活去應用他 可以哦 所以 我們在使用的過程裡面 有些人還會 還會問到 這附近有沒有操作 對不對 因為我們到每一個飯店 你大概基本上 都想要去 買個東西吃或什麼 哦 各位 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附近有沒有吃飯或者 コンビニ 這個就是在這附近有沒有吃飯或者 コンビニ 台灣人很厲害 台灣人很厲害 還沒有進飯店就已經看好旁邊 哪裡 真的 台灣人太厲害了 那個 所以 對啊 沒有 因為現在飯店 現在日本有很多飯店 裡面就有便利店 很多很多 樓下就是 所以 他們也在做 結合 慢慢的 這個都可以知道 但是為什麼 像我都習慣會問 試法 那 因為試法的東西比較多 第二 便宜 便宜 價差 蠻大的 因為你一般的 combinning 他基本上都是比較貴 他單價都比較貴 台灣也是啊 台灣的combinning就很方便 是啊 然後他的價位 因為電租的關係 所以他一定要成本 轉價到裡面去 還有 昨天也有學生物的時候 老師我去到日本要怎麼樣吃早餐 我們很多飯店 他多半都有附早餐 對不對 包括那個 什麼 那個 四塔 S8 Hotel 或者是那個 投幼不印 都有附早餐 那其實他們的早餐 並不會很好 但是只是簡單而已 那 所以像我們 男生出去 多半都不會訂早餐 多半不會 像我們去走路的 基本上 都是一到早就出門 你根本不可能 等他那個早餐出來 再出去 有些 所以我們多半都是 在病例 商店 買來吃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日本 他們的早餐 多半 多半 我會建議各位去他們的 Cody Cody Shop 就是 咖啡店 吃早餐 比較划算 為什麼 你去Cody Shop 隨便買 我講一個 例子 買一個 三明治 加一杯咖啡 對不對 這一樣 大概就要 五六百塊 因為咖啡一杯 隨便都 兩百五 三百日幣 再加上一個三明治 也都兩三百塊 所以加起來 差不多就 五六百塊 那你去那個 Cody Shop 他套餐 大概 也都六七百塊而已 那你要哪一個 當然去Cody Shop 知道嗎 他們的Cody Shop 其實不貴 真的很貴 然後你有位置坐 就叔叔 吃個早餐 再出門 沒什麼話 那也 也有 拉麵 你可以去吃拉麵 但是 日本拉麵 開的時間 通常都比較晚 即使你想吃 你也不見吃得到 這個習慣要知道 還有日本的餐廳 你們一定要特別小心 你們去過都知道 他們八點以後 大概都沒有練 八點以後 剩下的大概就是 像那個吉野家那一種 那個投幣式的那一種 才會有 那八點以後 也就是說你要吃飯 一定要掌握在八點以前 你才有辦法吃到 日本的 正規的餐廳嘛 對不對 那之後怎麼辦 全部都要吃飯 全部都是吉酒屋 你只能找吉酒屋吃的 吉酒屋大概都到十二點沒有問題 所以你只要超過那個時間 他們大部分都是去吉酒屋了 所以你也可以問他 所以你也可以問他 附近有沒有吉酒屋 其實這不用問啦 這滿地都是 就是吉酒屋 這個時間可以吃飯 就是 套用進來就好 這樣子喔 就是把 是把 換成吉酒屋 或者是 野霸的 或什麼的 你就換掉 那個單詞就好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裏 所以這一句算是很常用的句子 你去到那邊 去到哪裡 一樣嘛 那一格你 有廁所嗎 這屋間有廁所嗎 這屋間有 Coinロッカ 倒是那些單字要注意 Coinロッカ 去木櫃 還有一個 CoinLa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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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Tobis的起義 起義 那有些飯店 他會有 那個 CoinLandering 這個近距離 CoinLandering 有沒有 起義的地方 這樣子喔 所以 我才跟各位講 像這一種關鍵字 一定要注意 CoinLa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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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現在 滿地的 都是CoinLandering 但是 你要到鄉下去 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喔 那個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CoinLandering 說 老師 我不會用到 會啦 你一定會用到喔 尤其台灣人出去玩 就喜歡 拖著行李走喔 因為 做西幹線嘛 所以 你絕對有機會 你絕對有機會 把那個 行李 寄放在那個 支護櫃裡面 絕對有機會 各位要記得 支護櫃最多的地方 都在車站裡面 都在車站 問題是什麼 日本比較麻煩是什麼 他們的支護櫃大的 通常都不多 所以 反倒很難找 那有機場嗎 機場當然有 機場當然有 不是 我是二十幾年前 我還會進旅行社的時候 也是我去大阪 要去岡山的時候 但是我以前就不通 日文也不通 英文也不怎麼樣 以後呢 他們沒有給我怎麼放 我印象中就是 太久以前忘了 沒有 早期可以寄放在 那個 捷運站 不是捷運站 機場裡頭 機場裡頭 當然可以寄放 也不是在支護櫃 對啊 你跟櫃台講 他會給你寄放 早期可以 那個 那個什麼 車站的那個 服務台 他也會給你寄放 現在都不行 現在都不會給你寄放 他一定叫你去 現在他已經都不給你寄放 以前都可以 我們早期去沒有 COINTO卡 這個行業 那我們這一次 我有發現到 百貨公司裡面 有很多免費的 百貨公司裡面 有免費的 你可以去一萬 然後 那是學日本的 所以我這一次去那個 他們 shopping mall 那裡面就有 就免費 我們一直找不到 因為我們有五個人 就五個行李箱 根本就放不進去 後來我們其中有一個 他不知道怎麼搜審的 就找到 找到時候那邊免費 我們就全部丟在裡面 他就一個空櫃子 你就丟進去就好 然後有一個鎖住 你就把鑰匙帶給你 他就方便那個 公安客逛街的時候使用 有些是給媽媽放那個 那個什麼銀河推車的 日本再給變了 我真的跟各位講的 他變了 而且變得不好 這一次給我感覺 很多變得不好 我剛剛講那個廁所的意思 我問你們 這一次碰到最大的問題 是歐媽治理 我去看你們三個歐媽治理 各位 現在你們去東北 可以十天就把所有 東北的歐媽治理全部看完 大概四個 絕對可以看四個 很輕鬆就可以看完 現在重點是什麼 我說日本的改變 我問你們 你們去看歐媽治理的時候 你要上廁所 怎麼辦 去哪裡去 沒有 日本沒有設計 就動廁所了 你去日本有看過 運動廁所 沒有 日本沒有運動廁所 真的沒有 沒有 我問你 你說 那個車站 辦活動的地方 通常離車站都有一段距離 他不會在車站旁邊辦活動 絕對不會 因為車站人太多 在那個人圍住的時候 交通會打起來 所以日本所有的活動 絕對不會在車站 台灣才會在車站 那叫笨 那叫笨 不是那個是不對的 因為車站 往來的人太多 交通最擁擠的地方 你在辦活動要封街 你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日本工廠最少都 離車站兩個block 到三個block 大概 我看這三次的大紀念 全部都是離車站 大概兩個到三個block 都要走一小段路 我問你 要上廁所找來 公園 公園 整個城市裡面 可能只有一個公園 他們公園不多 他們公園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我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公園 便利店裡面都有 便利商店有廁所 對 日本的便利商店全部都有廁所 日本的便利店都有廁所 Semi-11 Femimart Losan 對 都會有 都會有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這一句話你一定要問 會嗎 那個 你要問 車站當然一定有 百貨公司也一定有 問題 你各位要知道 百貨公司幾點關門 八點 八點 東北三大紀全部是晚上 看完全部都九點以後 九點半到十點 對不對 八點就關了 八點的時候你正在欣賞 你不會想到要去廁所 一結束所有人都想到要好廁所 我跟你講 這一次就這樣 都沒有 日本所有的community 那一天 那一天 全部不見 對 全部不見 全部不見 變成手不勾 就少子化的問題 導致他全部都不見 好 天下打完 好 第一個 一定要的更糟糕是什麼 那一天 那個便利店 全部把垃圾桶全部封住 不給人家丟垃圾 對啊 就裡面的 我要去丟 我 我去你便利店買了飲料 因為很熱嘛 結果我買了飲料 喝完以後 我要丟 不能丟 不能丟 對啊 不能丟啊 就很奇怪 以前日本絕對不會幹這種事情 結果廁所不見也就算了 那個也不能 不給人家丟 他就直接封住 把那個 他們不是有分類嗎 就一個桶一個桶 全部把那個動口控住 我就很生氣啊 你知道到最後 後遺症是什麼 對 路邊 大家就亂跑 沒辦法 你總不能打個瓶瓶罐罐 一兩個小時在那邊看著 有可能就說 我先放旁邊 我待會離開的時候再走 再拿走 有可能 但是會忘嘛 是不是 結果滿地都是 變成有禮物的熱捨 更糟糕的是 廁所不見 不見現場看到 結束以後有人 就在 他本來要趕到那個 百貨公司 那個去上廁所 結果百貨公司已經關了 你 就在旁邊的 庫陰瓦卡 旁邊就是 尿尿尿 男生很多都會這樣子 對啊 不是啊 這算波斯那個 他們有那個 最久也是在 沒有 可是最久另當別論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那樣會變成普遍性的 大家就隨便 亂 大小便 不能講大便 小便 就隨便 不是嗎 那這樣導致後果後遺症是什麼 是種更髒不亂 讓人家覺得這個城市完蛋 那我那天看到我就也不舒服 我就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日本人會這麼笨 以前日本不是這樣 這次讓我看到的是 日本這一種負面的情形 我就覺得完蛋了 日本這一種觀念一旦被破壞掉以後 這個國家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那很糟糕的 我以後都不會想要去 沒有那種態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這一種轉變 就跟我們 將來台灣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少子的話的問題 又人手不足 人手不足 你就想要 防堵這個 防堵那個 我問你們 在一個最簡單 我們以前去日本 我訂飯店 即使是有歐馬治理什麼 日本不會漲價的 你知道這次漲多少 三倍 三倍喔 看你要不要做 就三倍了 他們學了外國一些不好的做法 真的啊 日本以前不會這樣 他就直接沒有 他就跟你講沒有 先訂的人先贏 日本是這樣公平的社會 所以我很喜歡日本就在這邊 現在不是啊 那就可以漲三倍 好 飯店漲就算了 停車場 就不漲三倍 你停車場喔 從來沒聽過 我這次你們從來沒聽過說 請這漲漲 真的啊 所以 沒有你漲不給 我覺得合理 都沒有關係 問題你三倍合理 再怎麼想都不合理 你停車場欸 而且這次漲很多都公營的 你這次漲怎樣 你再鼓勵觀光 然後你漲價人家會輸 不可能啊 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我們往往都看到 現傳在說 這種殺雞群人的做法 到最後日本的整個觀光世界會不會 因為他的OMODENACI 那個服務態度已經變寡 這就是我講的 這種東西 這一次給我們的感受 我很深刻 他們退估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去那個溫泉旅館 我們是 我們不是房客啊 我們是各培區 我們有跟他講 我六點半要吃飯 你知道我進去到餐廳 套餐已經擺在桌上 擺多久我不知道 而且沒有蓋蓋 那各位知道 在溫泉旅館店 吃那個晚餐 一定有什麼東西 薩西米 那你覺得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你怎麼可以這樣 啊炸物 甜不辣那些東西 炸物也是一樣啊 放在那邊涼了 那你覺得炸物好吃嗎 就很難吃啊 那更糟糕的是什麼 文藝翻車到餐牌 客人進來以後 他一定會幫你到場 對不起 查自己到 我花那麼多錢 我要來的是享受 你還有這些我 自己要自己service 這跟這個一樣 slipa tower 這個已經全部放在 固定的地方有自己 人手不足 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 你那個吃飯的東西 怎麼可以做一樣的隨便 那是不對的 你最少要蓋子蓋住 不是嗎 你連蓋都沒蓋 最少你也用bub 把它蓋起來 而且現在還在疫情期間 日本很多人還是戴著口罩 啊 你就這樣大拉拉牌在那邊 大餐廳喔 我就超不爽 後來我就有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怎麼可以這裡 那樣是不對的 你有沒有考慮到客人的安全 客人的 那個食物的感覺 人手不足 大家都認為是那個 勞力不足 不是啦 你的服務品質全部盪下來 而且那個 那個 我們去泡湯的地方 不是外面都有一個 木頭的 房間給你換衣服 對不對 你把那個放在伊朗裡面 那個 地板木頭的地板 全部剩水 都沒有換 我踩在上面 我都覺得快要塌下去 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沒有安全感 那他們現在就變成 因為 三年Coronavirus的問題 然後沒有收入 導致他們 連維護都很辛苦 我這次去泡了八次湯 裡面有 六個地方 都是溫泉地 六個地方 大概 所有的飯店 倒了三分之一 你們要知道 三分之一代表什麼 整條街 那個溫泉街都是很小 整條街 三分之一沒有開 然後玻璃就破掉 對啊 而且長野草 這個樣子 你會舒服 很不舒服 這就是我講 他的整個崩潰 沒有錯 現在是夏天 但是問題是 我們去溫泉地 我們都會 穿著拖鞋 什麼這樣 又再出來逛 我們看到那些東西 你會舒服 不可 這就是我講的 那個 不久的將來 我絕對改講 日本的整個環境 會有大波板 沒有 那個服務態度已經沒有了 知道嗎 這很危險 我哪一天 沒有 我碰到日本 我就拼命跟他講 真的 那個 那個 是很糟糕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去日本 看看 看看人家 想想 我人家哪會碰到 什麼樣的問題 做什麼 準備 這就是問題 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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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月啊 沒有那麼嚴重 這次更嚴重 二月我去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們 過好幾次了 這一次更糟糕 這一次更嚴重 沒有想死在話 風景是很美的 無理 風景美 跟這種服務 你晚上要睡覺的地方 你感覺不舒服 你就 很不爽 真的會很不爽 沒有說我說日本在退路 好像2019年 那一年我去中學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有點想過 因為我們去有個班 就像你講的 吃餐 一般我們團體上 他沒有那個生意片子 沒有那麼 只是會照我們等一下 不是我們都 那時候像你講的 全部都擺出來 對啊 就很不好 沒有 團克 團克基本上 他都會先買出來 但是那個 重要的東西 不會買出來 對 生意片絕對不會拿出來 2019年我去的時候 就覺得他都 統統擺出來 覺得很不舒服 對啊 那個沒有辦法 不然那個生意片 知道嗎 不是要新鮮的 怎麼會這樣子 生意片絕對不會拿出來 他再怎麼樣 而且炸物也絕對不會 因為炸物 你沒有剛起播 絕對不好吃 就是連人 對 所以我才講 那個口感不好以後 人家對你這家 飯店的評價就會降低 對 沒有辦法 人手抓你要他怎麼辦 所以 我們不是房客 我們是個人 我們吃的錢比較貴 所以我說房間給我小 我已經不爽了 再去吃那個餐 更不爽 泡湯 看到那種地板 就崩潰 對啊 我這一次都 碰到我以前從外面看過的日子 現在這一次就不碰到 全部 你就看到你就不舒服 沒辦法 啊我的脾氣是忍不住的 我就直接講 對啊 我就直接講 我這個人就這樣 沒辦法 忍不住我就講 沒辦法 那個都是習慣的問題 好這個關鍵單字要記起來 不管怎麼樣 你們要慢慢把它記起來 Check in Check in Check in All Prova Flova Flova 來這不用了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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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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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 Yô-s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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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麼樣最少都要一個人的啊 誰都可以這樣 來 I-sha Dai Y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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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 Copy 恭喜這寫錯 Copy才對 老闆我要寫錯 我知道他沒有處理 他沒有 Copy 長音才對 我剛剛查之前是P 對 Copy 對 長音才對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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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この近くに この近くに 4把 がありますか がありますか Combini Combini 日本Combini最多還是Lossens 大城市全部都Lossens 鄉下的話是Seven Panima就算比較少 算比較少 來 黑暗窩 黑暗窩 三階 コンドカ コインランドリ 這兩個字要記喔 因為這兩個字你絕對有機會用到 尤其你是長時間在這個long stay的時候 你絕對有洗衣服的機會 像我這一次去就洗了三次吧 因為已經都穿到沒有衣服 趕快洗一次一個晚上 而且各位要知道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不是每個飯店都有 有時候要走很遠 有時候要走很遠 像我去的地方 在仙台還是哪裡 就離飯店大概要1.5公里 過來一想的時候 過來我是用自己網路搜尋 所以我來講 我們這一個世代為什麼已經結束了 就是這樣 我們用手機的能力很弱 不像現在年輕人 年輕人根本不用耐心 隨便丟 他們絕對不會迷路 絕對不會啦 現在那個網路 我們要學會使用 真的啊 所以我去到那邊我就自己去練習 隨便設定一個點 比如說我就去那邊隨便找一個Google 然後就跟著走這樣 去練習 因為你不練習你會到時候不會用啊 因為他那個有設定上的問題 因為一般的那個那個什麼 Google Map 他有些是按照北邊指北針來走的 他有些是按照你的位置開始走的 我們不會設定要亂走 我有一天就走 不是 我自己跑出去去看乾燈嘛 我跟那個 我去找學生嘛 他們其他人走他們 結果我回不了觀點 越帶越遠 到最後 因為我們約定時間那個看完就要趕快開車 到別的地方去嘛 到最後來不及 只要我坐計程車 他已經花了一千多塊 因為來不及啊 因為我們約8點子分 要在那個 車站集合 來不及啊 我找不到車站啊 那我都知道設定了 那你沒有問人家嗎 有啊 問啊 他就跟我講 很遠 我說有嗎 我走路很快不用擔心 因為我有算過嘛 我一開始設定的時候 有看那個時間啊 不到半個小時就可以走到 我就想說反正 也沒有行李就順便上步回去就好 我還提早離開 結果我就迷路 太陽小 沒有那個東西就是這樣嘛 好這個 Elevator 這個大概製造 這個 比較簡單的 好Based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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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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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Wi-Fi 你用英文用什麼都沒有關係 他們絕對都聽得懂啊 好 那個Sleepbar Sleepbar 這個一定要知識到喔 因為那個 房間裡面的那個拖鞋 現在日本他們很多 飯店都不付的 你要自己去櫃台拿 還有一個 牙縮 Cabulas 這個也要記住 Tabulas 這個也要記住 牙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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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會當你還在房間 你要自己 現在都這樣子 因為很少的關係 這種消耗性的都不會放房間 對 不會放在房間裡面 對沒錯 沒有以前都會換 以前會 現在都沒有 他現在這些東西 全部都給你放在那個 一樓到處的旁邊 對 有些更故意放在那個 那個什麼 elevator 旁邊 因為你要上上下下 全部都在那邊 溫泉飯店 全部都放在elevator 旁邊 然後 那個 一般的那個 Chickening的 西式的飯店 多半都放在櫃台 因為他比較方便 像那個 Toyot Boyin 絕對都在櫃台 右邊左邊 空的牆那邊 像現在才會有的沒有 你要跟櫃台 是啊 他不會讓你說 沒有那樣有一個好處 可以 避免浪費 但是 你真的Shine 對 那那個根本的原因在哪 少子掛 人受不住 是還有一個吹風機 那還有是有環保 吹風機 沒有吹風機他還是會放 吹風機一定有 吹風機一定有 吹風機 萬一壞掉了就好 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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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像男生用的那個 刮骨刀啊 這個也是會放在那裡嗎 沒有他都跟這個一樣 不會放在房間 刮骨刀要怎麼講 是可以送你 是可以送你 吹風機 吹風機 這個就是 吹風機 涯風機 他通常都會跟這個放在一起 他通常都會跟這個放在一起 他最主要三個 相譜 相譜 發地相譜 再就是沐浴座了 相譜 洗頭跟洗身體 就是沐浴座 這是沐浴座 像我這 他日本律式飲料通常就會放這三罐 你只要餵兩個就好 另外一罐就一定別的 對 多半多元露 這個就是SAH POO 這個是BODY相譜 那你只要看有BODY的就是身體 這個單純的相譜就是洗馬尖 剩下一罐有些寫令子 有些寫奇怪的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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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乳啊 沒有沒有都沒有 都沒有 現在都沒有 只有哪裡會有 很好他對女生很好 就是會送你一整包的那個 對啊 室法不錯 室法 Hotel 是所有的 面膜啊 什麼都有 Business 飯店裡面 那個室法是最好的 超級室法室法 Hotel 是所有我做過 我覺得同樣等級 那個是最好的 比頭腰口腰更好 像我去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有室法 我一定訂室法 沒有才會找頭腰口腰 那頭腰口腰最大的好處是方便 他一定在車站旁邊 而且很大 是這樣 然後室法的早餐也比較好 我們有時候也會去做APA APA我覺得也還OK 像那個室法我真的推薦 室法我做過好幾次 S-U-A Super S-U-P 室法 Hotel 床就比較小一點 床比較小無所謂 但是問題它乾乾淨淨的很舒服 很乾淨 很舒服 很舒服 而且它有打折 它最大的方便 所以很多人 都會 擁有那個頭腰會印的卡 就是這樣 它太方便了 但是那個室法 大概講並不方便 並不方便 它比較遠一點點 然後它的電也沒有那麼多 它連鎖並不打 這個都是 現在已經很少用水給了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煮液 煮液多半只有溫泉飯店才會有 它泡湯完以後 它會放在那邊 給你用 那個沒有什麼 那個一般的飯店裡面不會有 這個大概知道一下 這些東西 會常用的 常用的東西一定要知道 要不然你沒有的時候 你怎麼跟 對於煮液講 那基本上 沐浴如润絲經這一些 你不用擔心 絕對不會有缺 因為它每天都會整理 所以那個不會出問題 會出問題 大概就是這一些 這一些會出問題 也就是說你會用到的 我才講 沒有用到的 這個我為什麼不講 就是 因為基本上它絕對不會缺 那你去 大浴池 這個更不用講 其實你洗的地方沒有了 你就跑到隔壁拿就好了 一樣啊 這一次也是啊 我去那個日本人 那個不守規矩 我就很 很不舒服啊 泡了湯 我就在 腳泡在裡面 然後就在旁邊刷牙 真的嗎 我以為是外國人 對啊 很深啊 很不禮貌啊 然後 我就 泡在裡面 我一 看到 他們兩個進來 一個在那邊刷牙 我以為是外國人 才會做這種事情 是年輕人還是歐地下 大概 四十幾歲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啊 聽一下他到底是哪一個 兩個居然 講日文 我就很生氣 我一看到那個 本來要過去跟他講 結果看他喝酒 就避免麻煩 我就直接起來 就走了 沒有人泡那個還在喝酒 喝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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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不行啊 這樣危險 所以我說 那些日本人 那沒有Promosense 那個喝酒是絕對不能跑的 對 那很容易 暈倒就 不理會倒的 真的啊 然後還在那邊刷牙 更生氣 就 你會感覺很噁心啊 拿油 腳泡在裡面 當然他 要塑料一定會去 旁邊嘛 問題 你就會覺得很噁心啊 沒有那個 越來越 日本人說 越來越沒有規矩啊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你去日本玩 就變成 不是一種享受 我是一種面帶的感覺 你會變得不舒服 沒有辦法 來這邊念一下 Shamp Body Shamp Body Shamp Means Means Sekken 蜘剪 這個就是肥皂 Hike Sori 那如果是Kami Sori 就是剃刀 剃刀 Kami就是頭髮嗎 所以像這種字都不需要支配 Kami就是髮嗎 那Hike就是需要 那Hike 所以加上Sori S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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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所以 周遺漾器就知道了 所以 周遺漾器就知道了 所有的單字就是 周遺漾器 通知 像我是不用這個Sori的 Sori 我從來不用 因為我都用電動刮屋刀 那個比較方便 旅行用的那個很小 而且一做越小就很方便 那你自己再帶那個去那邊再拿 而且這個刮屋子其實很麻煩的 你不是用電動刮屋刀的話 要抹那個油上去才不會受傷 所以我嫌麻煩的人我根本就不用那一種 因為用那一種刮的那個要塗那個油 才不會刮傷油 所以男生麻煩就在這邊 然後這一次去發現 在日本因為氣候比較乾燥 跟各位講話 不知道錯覺還是什麼 去到日本指甲長得特別快 真的真的 我去那邊 三個禮拜剪兩次指甲 真的喔 下次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真的也是我們同行的人 奇怪我最近怎麼指甲長那麼快 是因為你會去泡溫泉嗎 有啊 沒有 它會 或是水裡好像會長那麼快 沒有啊 問題 我每年去我都會去泡 我不敢怎麼樣 我只要有溫泉我一定泡的 我管你春夏秋冬 我是不分的 因為我覺得你走 像我們都走路嘛 走累了 泡個溫泉很舒服啊 而且很好睡啊 我就很喜歡啊 所以這一次去特別明顯 那相對的鬍子就沒有長那麼快 真的 我們共同的感覺都一樣 我們共同的感覺都一樣 就是到那個比較乾燥的環境裡面 因為東北比較乾燥嘛 然後指甲長得特別快 鬍子長得特別慢 我去那邊只替一次鬍子 我平常在台灣 鬍子替鬍子的次數是指甲的兩倍 結果倒過來 去那邊是 那個指甲剪了兩次 我指甲才替一次 可以留那麼久 可以 差不多 我不會落在屋子 那你那個 電動的替鬍子 只是要手提還是要防止一下 手提啊 因為裡面有電池啊 它有充電器 只要有電池的 全部要了手提啊 你不能放在洗底下 沒有沒有 那個電動鍋 刮骨刀這個電器用品 全部要手提啊 沒有 那個 那個 那個也是一樣啊 裡面有電池的 有充電的 充電的 充電的 不是不是 除非你那個是 不是充電的 充電的 插電的 是ok 如果只要有電池 全部都要揹 現在人很可憐啊 一個手機啊 什麼的 背包裡面全部都充電器 對啊 全部都充電器啊 你看 手機要充電 那個 那個什麼 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 也要充電啊 還有那個 什麼 男生的 這個 那個 刮鬍刀什麼 都全部要充電啊 麻煩啊 我們現在多了很多行李啊 莫名其妙的行李 沒辦法 來 Solu Tige Kami 所以你們在記憶的時候要分開記 頭髮 呼吸 Ting 就這樣 然後就組合就好 對不對 這個都要知道 來 Doraia Doraia Habrashi Habrashi Habrashi是刷子的意思 所以牙齒的刷子就是 Selipar Haul Yutaka Elevator Soba 這個姿勢倒一下 ENGEL SEN ENGEL SEN ENGEL SEN 他通常不會變 不是啦 沒有 因為我有個客人教我 所以我現在出門都會帶這個東西 因为有时候用下人带3C上面带多了 他有个饭店只有一两个吗 这是一个客人教我的 我给你讲其实最简单现在更简单的就是 一个接然后有很多条线就直接抄 就是没有电线 那基本上他只有直接接那个什么USB或是什么那种插孔 对啊一对三或一对五更多的 然后有些 因为你说那个大陆多很容易 没有没有大陆多我绝对不买 对很乱 没有因为那个是有些这道我写信东西 所以我都买买比较好的 因为那个不要乱买 因为你到最后连你的手机都报销掉 对啊我绝对不买大陆的那个啊 像那种充电变电的那个 我绝对不买大陆 我绝对不买 包括你在日本没得抢哪 我也不买 像我记得我以前买了一份计算机啊 超好用的 对对对 现在都不行 类似这一种 类似这一种就可以了 现在很简单 它就是因为现在的街头越来越多嘛 所以现在那个 现在好像要弄统一化 所以就像iPad跟那个 就是你这边算第二个那个都用 对 之后全部要统一成这一种嘛 对 所以问题是以前现在有的 那些东西全部那个 很难啦 每家都要赚钱 然后 现在更简单的是一个 他们叫那个什么 什么头 就可以捞虎头 他们不是叫捞虎头 那么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头 那个 转接 不是转接头 它可以当作那个背色 斗虎头 斗虎头他们都讲斗虎头了 就斗虎头上面有很多个插孔 现在新的 有三个插孔四个插孔 就一个斗虎头 就有那个各种不同的插孔 你就可以直接接了 是现在越来越进步啊 所以 所以我才能跟各位讲很多东西 真的方便性都一直慢慢在改变嘛 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找到那个 不一样的那种做法 所以 慢慢去学 那个 以前我也 我们那个 带学生出去也都会带一点长钱 后来就不带了 现在饭店也都在改变啦 饭店现在充电 他也不会给你那个啊 不会给你插座啊 是他已经把USB的里面 叫我放在里面有好几个USB的啊 已经不一样了 没有 但是他一般插的也是 还是会有 是啊 他们 一般饭店的插座本来就都不多了 真的都不多了 这个大概只知道你小 angel神 这个是好的啦 但是问题延长线你要带几公尺 都带太多了 我都觉得 我每次带电机 比如就真的很麻烦 这个大概只知道你 现在上下的人那才可怕 每天背那么重 相机啊 对啊 那单眼 提小 我一台单眼就放在我家 就供奉这样子 没有啦 现在手机拍出来的都不会输单眼啊 那太早了 干嘛那个人 可是有些风景还是要单眼拍一台漂亮 是没有错啦 我之前是买一台单眼的 然后我有时候出国的时候就可以拍那个 追那个机关可以拍人 结果我动得要使 因此背 光是背那个机关你就已经崩溃了 现在没有人 你现在已经在看不到 有人背了 很少的 那个是真的在玩相机的 真的是在玩啦 来 英雄谁 英雄谁 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喔 很多地方 我们在走在看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我比较希望各位去自助 你不要管对错好坏 出去就尽量练习假 你一直在台湾里面 你要进步很慢啦 闲着没事就去日本走走 就练习假 随便乱讲都没有关系 你乱讲 我再举一个例子 里面有很多单字 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玩 你一直出现同样的单字 那个单字你自然就记住 比如说仙台最有名吃的就是牛死鹿 那牛蛋 那我那些朋友今天晚上去吃一次 明天再吃一次 那个单字你就记住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进去以后我要 以牛死的名字 牛蛋 对我知道啦 他这是牛蛋那个舌头的英文嘛 所以他是用外来语啊 所以他是写这样的 所以没有看到蛇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又是那个日文又是外来语 这个店家这个怪字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 牛蛋 牛蛋 他是这样来的嘛 看字舌头 然后你在那边你看不到两个汉字啊 你都是看到这样 牛蛋 一堆啊 那为什么我讲说我们这个世代已经不行了 年轻人都知道去哪一家吃比较好吃 他们早就想吃就上网 全部搜紧好了 没有差不多好吃就是好吃 好吃的就是会排队 不好吃的就是永远不会排队 隔壁好多家全都流蛋 那你要吃哪一家 他们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世代就是看到就进去啊 可是有的那个很好 你查出来不意进生那个 因为有的是他被捧出来 被捧出来 是啊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那问题年轻人就相信那个啊 我们这一代绝对不会相信那个啊 我们这一代只相信自己的嘴巴 吃了再说 对不对 铃隔多花钱也没关系啊 我们这一代的概念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讲的 当你一直碰到这样 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已经听说这个东西很好吃 你就已经有记忆点 去到那边点个一次两次 吃个一次两次你就记住 这就是我讲的单字 我再举个例子 这次去东北 我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招嘛 招这个字很难记啊 这个念Numa 所以这个字念Numa 那你去那边走的时候 我这一次大概走了 超过将近一百个Numa 每一个都有名字 你每次都念一次 念一次 念一百遍 你还会不记得 怎么可能 像我这一次看到的 有メガネ メガネ沐霸 也禁钞 还有 KaGami沐霸 禁钞 還有 모シdigin沐霸 五色糟 还有这个鸟召很有名的 Zitamuma 这个全部都是muma 你一直看边走边看 然后你一定会 我的习惯我一定会去看那个牌子的说明 才知道他这个从哪里来 就这样你不断的去念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这个单字怎么会忘掉 这就是我讲有那样的环境 你自然而然很快就学习进来 没有的话你是硬背 硬背的东西忘得快 相对 所以这个才是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怎么样去记 但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那边玩 你玩了以后你才会知道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你们去日本东北 包括我真的强推东北 干嘛怎么样 东北一定要去 没有去玩太可惜 那个地方太美了 真的美的不像样子 以后其他地方我都不太想去 真的只要看风景就去不走东北 对吧 老师在电影我还没走完 我明年要去走 我已经约我空了 剩下 我走36嘛 88还有52 我经历看风景就去不走 什么 我都不走 我自己的 我一直都不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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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東北的行程都是vamily 所有走路的地方都很輕鬆 最難走的都比熊野武道隨便一段都簡單 真的啦 那根本不用費力 根本就輕鬆行 那所有的步道全部都是平路 每天都稍微一點點而已 都比陽明山不好走啊 怎麼會走不到 大概都一兩萬步以上 每天 沒有啊 那沒有什麼樣 一兩萬步不多啊 不多啊 但是山路就很多 我們大部分都在山裡面 都在山裡面 你這樣子走起來很舒服嗎 你不會曬到太陽啊 會啦 還是會啦 比較少嘛 反正再術印一下 減少 像武色招或者是奧入賴 那根本就曬不到太陽 那個八九十歲的人 那小朋友都可以自己走啊 奧入賴真的很漂亮 奧入賴一定要去四次 我一定會走十次 奧入賴大概幾天 奧入賴你最少要兩天 光是奧入賴兩天到三天最好 奧入賴很好走啦 但是它很長啊 它總共十四公里 中間有住宿的地方 沒有 前後有 前後有 所以你一天就一定要把那一段走完 四公里很簡單 那一下子就走完啊 其實不會很久 不會很久啦 走路向嗎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走九公里 而後面的五公里是馬路 所以人家比較不喜歡 那九公里全部是順著河流走 路道就在河流旁邊 所以很漂亮啊 那個超級漂亮 一天就夠了 不用一天啊 半天就走完了 以我的行程大概兩小時就沒走完 我在矯程兩小時就走 我走路很快 那老師說要兩三天 沒有 前一天你就要住了嘛 第二天坐車上去 然後走下來 再住一個晚上 再住一個晚上 如果你有興趣 再去走一趟 那個地方是怎麼樣 天氣 各位要知道 有Numa的地方 天氣一變 顏色都不一樣 顏色都不一樣 因為它反射天空的顏色 所以那個每一天的情形都不一樣 感覺都不同 所以你可以去走個兩遍 沒有什麼不好 真的啊 我們是 這一次去告訴我們一個答案就是 去東北任何一個景點 最少都要兩天 你要幹天生的祭典 你也是待兩天 最好你可以慢慢看 因為看得很碎 不要改 通通的不要改 但是我坦白跟各位講 體力有差 我到最後三個禮拜 這一次算去日本最久 二十四天 到最後幾天坦白說沒有力量 會覺得很累 然後最明顯是什麼 回來 後醫生就出來 真的啊 我死到我回來 今天吃八晚 我到現在還想睡 不是 你會覺得倦怠 那個 在那邊玩 你沒有感覺 一回來放鬆 那個完全呈現出來 因為好在現在學校還沒有開學 我上個禮拜 就 一醒來 就還想睡 那你都很厲害 突然隔一天就開始上課了 是啊 但是上課之外 就跟 蟲一樣 很瘫在那裡 就一直睡啊 五年 你發現身體 開始 復活不了 因為太久了 然後那個積蓄的 那個洗藥 就全部呈現出來 身體的反應就告訴你 而且我這一次去是自己不小心啊 其重東西 讓我流到 然後 然後 在那邊我馬上自己去腰狀店買藥 我就問藥 藥祭司 他都 他開好一點的藥給我吃 我講沒有用 他都沒有 我會貼了也貼了 噴了也噴了 擦了也擦了 藥也吃了 我沒想 回來台灣 一樣 藥祭司 跟他講一講 一吃兩天就好 為什麼 台灣人藥 台灣人藥 嚇得很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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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醫生比較嚇嚇 但是其實這樣 他對生理不好 絕對不好 絕對不好 可是台灣人就急啊 對啊 我也跟他講我不用啊 他慢慢好 他會覺得你沒有效果 有良心的醫生生意都不好 是 沒有錯 那個生理人老的醫生 其實那個藥的效果不好 尤其小孩子最好不要 我們大人 或者是孩子 像我們這把年紀不必啊 隨便啊 真的 都已經 六七十七八十了 你要怎樣啊 再變也變不了多少 但是小孩子最好不要 你們要知道 以前我女兒在日本出生了 她小時候感冒 吃的藥全部是藥水 全部吸濕 他們給小孩子吃的全部藥水 連藥管都沒有 藥管也沒有 全部是吸濕過的 台灣不一樣啊 台灣給的很敢 甚至於打針 打針是最快 所以我也不喜歡打針就是這樣 照理講 你說像扭傷這種 打針一針下去就好 真的啊 對啊 放肤針這樣子 所以我都不要 我都不喜歡 打針啊 打到裡面去我都不要了 坦白講 你連那個corona打針 我都不喜歡打的 誰知道後面會產生什麼副作用 沒有人知道 真的啊 尤其這一次的那個corona這個 我為什麼要拿生命去做這個 所以日本很多人不打就是這樣 到時候我為什麼冒生命的危險去 不是笨蛋啊 真的真的 這沒有什麼對錯 就每個人自己的抉擇 當然這會不會有一些後遺症啊 是啊 到現在還是不會啊 那你沒有得 你有打就一定不會得啊 沒有 還是很多人得啊 這怎麼做啊 欸我就會打兩次 哎呦 還有一個中三次欸 結果就好了之後就是變 口腔常常會很乾 對啊 後遺症 每個人後遺症都不一樣 他會助使你那個 身體裡面的那一些病原一直跑出來 你脆座的地方就一直省現 那代表什麼 那個那個藥劑都有問題 搞不好不是因為你的 而那個是因為你打那個 不過不過那個我倒是跟各位講 那個是醫院的學生告訴我 你們可以有沒有去打那個 那個什麼 肺炎感染 肺炎感染真的要打 那個肺炎感染真的要打 為什麼 他會保護你那個肺部的那個抵抗力 而且他那個藥效很長啊 免費的六十五歲以上的免費嘛 那一般人 那個 你去打那個有五年的奇效 那如果自費比較貴的那一種 那個十三價 十三價人可以有十年的人保護期 像你們現在五十幾歲 為什麼會建議各位現在去打 你五十幾歲現在是自費對不對 先去打是不是十年 你如果現在五十五歲 你打了保護期是不是六十五 六十五再加打二十三劑 二十三價免費 又可以保留五年 那六十五再保護你五年 不就是七十歲了 對不對 七十歲你還活著的話 再打一劑 十年 就八十歲了 那就夠了 沒有那個是醫院的學生跟我講 最好去打 那兩千多塊吧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 二月二月的時候要出國 我兒子他們就跟我講 你爸你不打你不能出國 他們不讓我打 我說好我就打 他媽我也不打 因為我不喜歡 我連有感都不打的人 我連有感都不打的人 我從來沒有打過 可是找那個人啊 結果就全身過 沒有很多人啊 沒有很多人啊 對啊 有些人會啊 有些人不會啊 沒有啦 像那一種 為什麼那個 為什麼那個 我學生跟我講 那個要去打那個 因為 肺炎 肺炎煉球卷 他說那個 我們人到最後 到掛掉的時候 很多人 多半都是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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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那個 很痛苦 他說那個打了以後 以後不會 有那麼大的後遺症 就是我會減緩嘛 也就是說 他有那個抗體在 所以 那種東西 還有現在那個 他們最新的 那個好像有一個 也要智慧才可以 就是 我們現在不是可以 自己去填那個 自願 放棄急救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 就是等於有一點 像安樂時那樣 真的有這種方法 有啊有啊 三千多塊 也就是說 你只要 牽的 之後 以後真的 你有 陷入那個狀態 他就讓你 自然食 所謂的自然食 就不給你餵食 任何東西 那你身體就慢慢虛弱 慢慢虛弱 不打針啊 你可以不打 就算你只要牽那一張 就可以不打 要不然醫院一定要幫你打 因為你是他的病人 他必須要 維護你的生命 即使你是植物人 他還是要維護你的生命 他不能替你決定 所以 你自己牽的那一張以後 就是 他就 不會幫你打 就讓你慢慢慢慢慢慢 沒有瘟癢就慢慢摔 摔倒 就掛掉這樣子 就是安活摩穎的走 這這個就跟安樂死的概念是一樣 現在已經有 醫院是有牽那個放棄治療跟什麼 我是有牽 是啊 那個之外現在有一種新的要牽 那個會有那個跟你說 要說您 他要跟你說您 我學生也叫我說 可以去一千那個東西 一次可以簽三個 一次可以簽三個人 所以我們就在裡面三個去簽 喔喔喔 就是放棄 就是你不會有任何的急救都不會有 對啊 我有急簽啦 我跟你講第一個 聯合醫院是 第一個是2250 第二個就是800 第三個也是800 然後因為我哥哥帶他兩個兒子 因為我哥哥找了錢 然後他騙我 我就不用錢 因為老人又帶800 哎呦 台北市為什麼那麼好聽 我問你 你現在老年年金一個月贏多少 那個老百年金啊 不是不是老百年金 我沒有老年年金 沒有啦 3000塊那個是什麼 沒有啦 現在不是說一千五嗎 3000多 那時候要看你年成 那個 那個什麼 65歲以後 你們在台北市有什麼福利 沒有我就是這個老百年金啊 沒有老百年金不算 但是不是 政府未給你那個老神金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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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那個 那個是舊的 對 它是 現在 不會打疫苗嘛 那現在的話 現在是台北市長 就是那個什麼 從洋節吧 然後一千五嘛 就一年一千五叫 沒有 那其他沒有 你們有三節嗎 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 那個都基老人 他如果說財產不及多少的時候 去那邊申請 會有補助 那像我不敢去啊 他說你的資產800萬以下就有 原來有房子就超過了 但是那個房子不是以公共配價 沒有啊還有那個 那我表妹喔 她也是獨居喔 然後她去衝動那個房子喔 住在內湖喔 房子很便宜 然後好像還有一些支配 那除了那個之外 你就是坐車免費啊 坐車就是480個點嘛 點數啊 啊點數的話 你不夠的話 扣自己的錢也是8塊錢啊 對啊很便宜啊 尤其做高鐵做划算 對啊 沒有每個月給你零用錢 沒有啦 來日本 新的房子 那有錢嗎 先說什麼給個六千塊 給幾千塊那是怎樣 那個是沒有 那應該是龍寶 什麼的 對啦 龍寶那不一樣 老寶年金也很好了 對啊 我跟你講我是一個月領 三萬兩千五塊 哎呦你那個人給我 哎呦你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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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拜託 我快六十四歲的時候是退嘛 哦哦哦 所以我有加錢是4%多 哎呦你大戶 哎呦你大戶 所以我現在就騙你三萬四千多啊 他有了吧 好快樂 那應該不是每年 每個月 每個月 不是他沒有每月加 但是 但是 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 現在就是 每個月就是給我三萬四千多 我本來是三萬兩千五嘛 對啊 好 就變三萬四千多 他做物價的調整 是啊 他沒有每年調 沒有沒有 因為我已經退休了 好幾年了嘛 嘿 所以 就 還是要留在天農國 哈哈 中國物價那個 沒有啦 那個 還是 還是比較高啊 真的啦 我覺得真的 拿法很好 沒有啦 台灣 台灣坦白講 這一點真的做得 公保 沒有 你們 沒有 欸你不要去比喔 我就覺得我不要跟人家比 我覺得我這樣就很好 跟公路人員比你就會 氣死當場 哈哈 沒有那是不到的 不過公路人員現在也在 很compliant啊 什麼的 我怎麼 他們自己的利益 已經拿在那個 不滿足 那個是不對的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 你們不相信去調查看看 去歐洲玩的旅行團 十個八個 公路人員 全部 他們連的都比我多很多 都一倍 兩倍 但是我今天我這樣做 不用喔 我兩萬多我都很滿足了 他們那些人不滿足是怎樣 對不對 這一次我順道 改天我再帶那個雜誌來 這一次我去了買了一本雜誌 自己雜誌 那個 這一次人來 那個雜誌我要拿給各位看的 因為學生給我借去印 那個 他要印出來看 因為要放大 因為那個 那個雜誌 他都嫌太小 他就把它放成A3 那裡面這一群的那個雜誌 全部再講台灣跟日本 所以他講ISC 危機 台灣的危機 所以 我等那個 下禮拜他完我 我再帶來給各位看 這一本全部都在講 為什麼日本人講說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他整篇都在探討這個 然後 甚至於講到就是說 如果中國要打台灣 他會怎麼打 還有談到台灣的選舉 接下來的選舉 2024年的選舉 蠻有意思 他分析解釋 講得蠻清楚的 但是那一天我本來想要多買 結果那一家書店剛好 只剩下那一本 所以 所以我沒有時間啊 只能買了就走 後來要再去外面再找書店 就找不到 因為convenient沒有賣那個 那個一直用在書店 那個 講得蠻不錯的 這個就是 他在講 L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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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那個英文是什麼 那個危機啊 那個 危機的 風險隨次 所以他在講這個的時候 就讓我想到就是說 台灣整個 各位要知道 他們 日本的戰略專家講 如果中國大陸要打台灣 第一顆 大的 就是 台北 直邊 那個謝大哥 他有傳 scape 對對對 我發給大家 喔 對對對 就這個 他有去買的喔 我不知道 他在快樂 他昨天發給我看 對啊 他去買的啊 他現在都在日本啊 對啊 他現在都在日本啊 他現在都在日本啊 他很用功耶 他也是很用功 都有上課 對 昨天也有上 對啊 沒有 這個就是我告訴各位的 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樣的內容 因為那樣的內容 你可以了解 我可以做什麼準備 然後 日本為什麼 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更麻煩 因為 所有的 他們的運輸 所有的運輸 全部都要造到太平洋 所以沒有辦法經過 台灣台下 因為如果台灣被中國佔領 那變 厲害 所以 這個就會造成 最大的困難 對 最大的問題 會是哪一個國家 日本跟韓國 所以韓國為什麼這一次 很緊張 他也願意幫助台灣 便宜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 一旦被封死 變成 中國的土地的時候 整個就 他們 最慘 這兩個國家最慘 所有的郵輪 全部都要讓到外 各位不要以為 台灣的外海 也沒有什麼 根本是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右邊 是馬尼亞那海溝 他的潮流 聽說 我是聽後來那個朋友講的 台灣這樣 你從花蓮 要到 要到高雄 不是走下面比較快 要走上面比較快 因為潮流的關係 你會 耗油 又耗死 潮流到這邊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講說 將來他們如果說 他們不能經過台灣來向 運送他們的石油的時候 他必須繞到外海 會花掉更多的成本 跟那個 香港的韓員 所以 日本為什麼會緊張 就是這樣 所以 日本比台灣來緊張啊 我這一次去 台灣人根本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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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時後 我才講 台灣這一次的選舉 很重要啊 你如果 如果變成靠那邊去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會影響到 台灣本身的 自主性 他裡面也談到那個什麼 台積電的一些事情 台灣為什麼強 我們自己看不起自己而已 那個裡面講到很多 真的講到很多 各位可以讀一讀 等我接過來 然後回來以後你們要看 我再進去看 那你們要把它印出來讀一讀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那個東西你可以了解一下 那個日本人怎麼看台灣 那難得整本雜誌全部在講台灣 我很少看到這個樣子 因為台灣對日本來講並不是最重要的 那個所謂的夥伴 不是最重要的 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沒有 但是不可我認 日本現在對中國又愛又恨 他們已經開始感冒 那也更可以證明 這一次日本 我在日本看到很多 中國大陸已經都爆發了 已經崩了 昨天的那個宏大 在馬國宣布破證 我可以告訴你 我很早就是 那個知道中國大陸已經崩了 那個 我在日本就已經看到報導 那個 這之前不是有一個 中國大陸內部不是有一個社區 做一隻尖牛 純尖的牛 那個那個村落 日本報導 那個中國所有的別墅 全部 那個人民幣不到幾塊錢 他就給你 那個整個房子全部沒人要 那表示房地產全部崩盤 大崩盤 那 房地產崩盤 就跟當年台灣的SARS的時候一樣 這個火車頭的產業 一旦崩盤 連帶的時候 都死了 很多產業全部都購買 電器產業 因為 每個房子一買 一定要買家電用品 家電用品 第一個全部產 第二個建築業 全部都死掉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 在日本他們就已經評估 中國是 開始 經濟會無限下跌 會跌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知道 我在日本一定就看到 有錢的還是少數 我相信地方還是很多 對 很窮啊 那你不要講 講中文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這一次讓我 去讓我看到 日本的那個 溫泉地 大概三分之一倒掉 這代表時候 日本經濟已經回血 然後我去到那邊 碰到兩個學生 日本的學生 一個在那個 日本最大的那個什麼 那個證券公司叫什麼 野村 他在野村證券 另外一個在公家單位 教育單位 工業 兩個都跟我講 他們的收入 連在秋田要生活 都很新來 秋田算很鄉下地方 沒有沒有沒有 他在東北那邊 東北 他在秋田市啊 算大 大城市啊 結果他說 薪水都很低 我就跟他講 來台灣吧 沒有 我說你來台灣 把展看看 因為他們都會中文嘛 他們都來台灣念書啊 就是因為來台灣念書 我就把他們帶來台灣念書 然後他們回去 就自己在那邊工作 我就跟他講 你為這些來台灣 你絕對有發展的機會 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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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在那個改變啊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就是 日本其實 他的經濟 並沒有復甦 台灣算很厲害的 台灣其實很厲害很厲害 因為10年經濟不好 日本一直都不好啊 到現在還是不好 對啊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巴布爾 泡沫經濟以後 他們一直都沒有復甦過來 再加上coronavirus的三年 那完全摧毀掉 所以 日本人 現在 經濟是限度困難的 沒有台灣好 他們的生活沒有台灣好 我跟各位講過嘛 他們的那個 什麼 物價 高漲 但是 他們的日常用便宜 已經比台灣便宜了 我拿給各位看 你就知道 沒有一定比台灣便宜 他們很貴了 我們台灣其實 幾個 五十五十 你看嘛 這茄子夠漂亮吧 精神的茄子 一袋一袋 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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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 四平 二十塊而已啊 然後你看 現在是二十一 二十二 這個 五雅 五雅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五雅 苦瓜 那個 綠色的苦瓜 那一種 這個叫五雅 這各位順便知道一下 這一種 這一種苦瓜 一條 也一百二十塊 二十幾塊 很便宜哦 那你看這個 這個綠色花椰菜一顆200塊日幣 40塊都比台灣便宜啊 這個都比台灣便宜啊 這是苦瓜喔 綠色苦瓜 跟 綠色苦瓜跟那個有什麼差別 那白色的是尼嘎烏里 尼嘎烏里是白色的 Propoli就是綠色花椰菜 那白色不應該不一樣的吧 然後 我看 他們沒有白色的 日本很少看到白色的 然後 還有這個 有 紅色的 青椒 紅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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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啊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好便宜啊 那那個 哪是 一袋一百塊 台灣怎麼比 台灣一條大概十塊錢 台幣 不喜歡吃的 那個叫什麼 綠色的那個 手櫃 手櫃 這個味很好 可是我也不喜歡 一個茶櫃 對 這個人很好 這個人很好 這個 一袋 這個人的缺口很大 這麼大 這麼大 一袋 一百塊 一百塊 好還有那個什麼 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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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菜台灣也很貴 對不對 他這個 一顆 兩百塊 一袋 兩百塊 四十塊 我跟你講這些東西全部都比台灣便宜 這個是我去菜市場 看就現場拍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裡面的所有蔬菜沒有一樣比台灣過 這就是日本現在的現象 所以 好這個也是一樣 拔 грош 湖 или 矢 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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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塊 台灣的 better 漢米 就對了 台灣生菜 台灣漢米 廢物 他帶 蠻障 等於 一根 真理 которая 你敢說 他們 最會 就是我們這邊叫什麼 水果玉米那一種 所以他們玉米他們就直接叫空 所以玉米濃湯就空似乎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空這個字以及這些letus agoria blokori pima 這個naz okura 這個都慢慢要把它記住 那個水菜是什麼東西啊 我就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 追焉材還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材 你們這些媽媽們看得出來嗎 這個我不會看得出來 這個啊 像 エア材嗎 エア材 類似 他們叫明治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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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這個 會不會是那個 什麼東西的 有啊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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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過 京都 他們吃火鍋都會放在場裡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他類似那個叫做 Dangho 那個叫做 Haru 不是Dangho 我們台灣的那個三Dangho 對三Dangho 他們放的是台灣的三銅號 這個也常看 那這樣 這個火鍋電影 火鍋電影 火鍋電影 這什麼鬼東西啊 他就叫水菜 他就叫水菜 萬一神水菜是怎樣 這還要萬一有 這次寫那個什麼水跟生菜 對啊 沒有 那個我剛剛 Google 水跟水菜 水跟生菜 水跟生菜 沒有我的意思就是在告訴各位就是 日本 那個好像就是 台灣還沙拉的羅勒 不是 羅勒不是 羅勒是長這樣的 那個整片的大片 羅勒就是整片 然後長長的嘛 是不是 對 人家有人整整 一頁一頁這樣吃 他有的是包東西吃 對啦 沙拉裡面放的那個 這個這個我看過 他也是沙拉裡面 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好 這個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 各位可以下次推這個 Second Street 就是二手街 這個 他是日本連鎖商店 台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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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山捷運站 南京西 南京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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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山捷運站出來的 激光三越協會面 這個 這個 全部 全部賣 24 南京東 wherever 壓服這個 好 我覺得 你的 祇gen 對 他就是日本最大 所以 各位 他們 我們去的這個地方是 之前他有收也有 有收也有賣 所以他賣的很便宜 我剛跟你們講那個 RODEX的那個外套 我在這邊買那個那個什麼 NOSWEIS 一件才一萬多塊日幣 兩千多塊台幣 很便宜喔 真的很便宜 台灣大概是一萬塊 然後那個 我們這個轉換過去 隔壁不是有賣那個登山用品 那個是長毛巷什麼那個 也都是喔 在這個地方 都賣一萬多塊 然後名牌包 你看那個門口就進去這個 這旁邊全部都是RODE包 全部 你可以去買 兩三萬 兩三萬 因為以前買的都放的都沒在用 太重了 鳥日本 鳥這個代表什麼 日本經濟在衰退 日本經濟在衰退 嚴重衰退 早期我們去日本 你絕對看不到我手 沒有人 沒有人會去穿人家二手的東西 現在日本的年輕人 還有很多媽媽 開始全部都跑出來 是台灣很少以前就有 只是說 去買的人不多 對 現在市場上面 有人也是二手的 是啊 菜市場上都有 那個 那個都代表著什麼東西 經濟在衰退才的正面 我們 這個是供需的問題 真的是供需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我們怎麼樣去了解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 尤其各位媽媽們 你們去到日本 其實應該去逛逛日本的菜市場 去了解一下他們那些改變 你去看看他們跟我們相比 你會覺得 台灣人 這些物價長上來了 台灣人都沒叫鬼叫 日本人都不會叫 沒有 他們都不會叫 真的都不會叫 真的都不會叫 他們就逆來順受那種感覺 所以民主性不一樣 台灣不叫啊 就感覺不存在的家庭 台灣人亂叫 對啊 我已經習慣叫 你知道這次長榮也是 昨天啊 今天 是那個關係機場 那個什麼 沒辦法飛回來 那個爆火 對啊 對啊 沒有我覺得那些叫的人 他喜歡會上去 沒有啊 那個是 要贏的更多 沒有 因為那個不是長榮的 那個 是那種日本那個什麼 全日空啊什麼 就是他們幫忙 對 對啊 他們對全日空啊 對 那個 台灣的長榮是跟全日空合作 華航 華航 是跟他們的日航合作 對啊 所以他們是同一個集團的 所以他們的飛機是 可以 連結的 互相連結 對 那因為 台灣人就是那樣 去那邊人家鬧笑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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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笨蛋 對 沒有你拖愛台灣人的那個 形象 那個 嗯 有時候真的 你說像那個什麼 蔡阿咖 那個也是一樣嗎 去那邊呢 拍那個 然後給人家道歉 道歉那一種做法 真的 我都很想 賞他一個巴掌 真的啊 還要跟人家道歉 那戴著面具 是怎樣 這是我們的水準道歉天 沒有真的真的 那不對 你錯了沒有關係 你要跟人家道歉 要呈現出你的誠意 那種東西都是 很糟糕的 那自以為是 然後 去那邊就亂搞 那個 還有一個 我蠻建議各位喔 有機會 去看一下福島 之前被那個 那個海嘯 那個吞噬的那個 城鎮 去看一看 我這一次有經過喔 我拿給各位看 我們看那個 那我是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仙台 整片 不是很嚴重喔 整片重片 好厲害 這一個 啊 奇生努馬 這個地方 就是影片裡面 你只要打 海嘯 奇生努馬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畫面 我們去到那邊 我們同行的 就故意把那個 當時的畫面弄出來 他不是連 漁船都是 翻過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提防 就這個地方嘛 結果我們住的那個 飯店就是 露島 旁邊 他在山上 旁邊全部是 海 然後我拿給你看 您知道那船多大 我去到那邊看到那個船 我都傻眼 那好像 完全小火 小火車這樣 弄假的 吹腳 他那漁船是這麼大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漁船 那個海嘯這樣 就把那翻過去 很大 因為他們這邊是補什麼 還是喔 蟹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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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魚就是什麼 蟹魚 蟹魚 蟹魚最有名的 你看 它漁船是這麼大喔 然後 我們去看的時候 那個港口裡面 所有的漁船 全部都新的 舊的全部都毀滅 房子 全部都新的 表示那時候 那些全部都 海裡面 然後 好 我順便跟各位講喔 現在有一個新的學習方法 這是 但是 我最近 這一次 體會到的喔 那個 台灣人出去玩 多半都會 出去玩之前 會做功課 然後做完功課 也有完完 以後就結束了 不要 以後我希望各位 你回來以後 再把 那個 那個什麼 該讀不可 或是你找的資料 再讀一遍 讀了以後 你才會發現 再把從頭 整個連結在一起 這樣印象會更深刻 你才會了解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那樣 為什麼這邊是真樣 我這一次就這樣試過以後 發現記憶更深刻 以後你就知道 哪個地方在哪個位置 整個線在東北六個線 我大概都可以全部記住 它的位置關係 一次就可以全部記住 下次你要再去玩 會比較有印象 要不然都是零零閃閃打點的 到最後你都會忘掉 很多印象就是這樣慢慢累積的 所以我比較希望各位 慢慢去體會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不必貪多 當你看到以後 你就會慢慢去堆砌這些東西 然後順便到各位 這個也是 我們那天去看 剛好他們有這個 台灣麻零手把 這個 台灣都有的 我就很貓急就跑過去看 這個叫麻零手把 什麼叫麻零 這麻零魯士這個字 叫麻零手把 什麼叫做貝麵 整餐 不是整餐 就是台灣的切仔麵 就切仔麵 切切仔麵 然後要加什麼再加的 所以那邊就有一個攤位 是日本人在賣那個切仔麵 我本來想要過去跟他講 我幫你錢 我給你厲害 他們那個很有意思 這個就是 我們去到那邊 你沒有看不到 這個就是台灣切仔麵 這個就是 還沒有拍到 哎呦 這個有沒有 就是那個切仔麵 鐵的那個 這個就是台灣切仔麵 這是兩個日本人在賣的 那我們去那邊 看到就覺得好玩 那個就是讓各位了解到 那個 所以我曾經跟各位講 所以我曾經跟各位講 那邊說嘛 不是都是蕎麥嗎 沒有 但是他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就是賣台灣的那個 油麵 他不知道怎麼做出來 油麵有一點像那個拉麵 油麵有一點像拉麵 拉麵比較細 我們的比較粗一點點 所以他可能拜託那個 做麵的方法做粗一點的 那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知道 我比較希望各位 台灣有美好 我可以 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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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是 綜藝 其實也是 他之後 大概都這麼大 這個是柴魚 柴魚阿 但是他本身就是一種魚 可以直接吃到 不一定要做成柴魚 那種柴魚是乾的時候 他們那個一條就幾百塊台幣了 一兩百塊這麼大 很便宜啊 所以寄到這邊就猛吃生育片的 猛吃那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很多人都講說 那個什麼那邊那個什麼 單親那個核污染什麼 唉唷不要想那麼多了 我新生還有人跟我講說 他也很想去舞蹈 但是一聽到舞蹈要釋放那些東西 那個都不對觀念啦 真的啦 我沒有騙各位 那個日本他們要把那個釋放出去 其實都經過世界核輪委員會 經過同意選驗過以後才能開放 各位要知道 我們平常核廢料哪裡去 全世界的核廢料哪裡去 全部都排到海裡啊 你們可能都已經遺忘過 我們都已經遺忘了 金山很久很久以前 避凋雨 為什麼會避凋雨 那代表核一場核二場 所有的核廢水 全部是排到海裡 為什麼所有的核電廠全部要設在海邊 就是用海水冷卻嘛 那他在冷卻的過程裡面是引進海水 然後排掉嘛 要不然裡面找來 那排掉核廢水裡面的含 輻射能量都比他們現在要排掉的還大 你們去查一查 中國大陸 現在最會叫就是中國大陸跟韓國嘛 一直叫 叫日本這一種 一直抗議嘛 台灣都沒叫 台灣很明顯啊 但是這樣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問題是你不排怎麼辦 那個地方整個很嚴重 中國大陸的核能廠排掉的 廢水裡面的輻射源含量 都遠超過日本 現在要排掉幾百倍 只是日本的城市照公布 中國根本就不公布 台灣不公布 一樣嘛 中國人的做法都是不公布 好 我也要告訴各位 大家都說好也沒說不好 先台外面那個海岸 一直到青森 那邊在日本叫做三陸海岸 我也是回來以後再重讀這些書 才知道三陸海岸 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 我都過以後才知道 他在明治時期 昭和時期 昭和時期 昭和是在55年 我是後來才去 日本留學 還有 311是幾年 在昭和時期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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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今年第11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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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五六十年 這個到這個也差不多五六十年 我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已經發生三次的海嘯 年治時期的海嘯死掉三萬多人 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海嘯 這一次311大地震的時候海嘯 是兩萬多對不對 這個不到一萬 表示這個海岸線是很容易產生海嘯的地形 所以你一直去怪什麼怪什麼沒有用的 這個地方就是因為海岸漂亮 為什麼海岸漂亮 全部小萬 他就是這樣 你注意去看他 他那個海岸全部都是這樣 這樣就是過來 所以我們在那邊 我去既先找以後 要回去的路上 就經過山 你知道那山已經到三腰了 他們日本都在那邊標示 當時海嘯到這邊 山腰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水一沖進去以後 到這個山腰的位置 水還是不會退 因為沒辦法退 被擠上去 所以那個水都高到那個 比如說你去陽明山 在那個什麼華興中學那邊 還有看到標線 當時水就淹到這個 他們全部記錄 所以我們同行 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怎麼可能到這邊 我說 就因為他的力量是怎麼樣 所以他往內擠的時候 那個水就淹不下來 所以你沒有到現場去看 你永遠感受不到那一種 當時的大自然的力量可怕 你去看一次你就嚇死了 你一定嚇死 你看那麼大的船 好像玩具這樣 連那個蹄碗 欸那蹄碗很高欸 你知道現在日本所有的那個 這個海洋線的蹄碗 全部多高 你知道嗎 十公尺 十公尺欸 三層樓高 當時就淹到十公尺 還叫日文名長 好 十拉米 金波 那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我們沒有到現場 你感受不到那個 然後我看的資料以後才知道 名字這個 當時的海嘯 多高 你知道嗎 當時人留下了這些 四五十公尺 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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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整個當時的整口很少 還死掉三萬多人 這個 仙台 仙台應該算哪一個線 那個 工尺 工尺 工尺線 青森線 跟那個 他右邊的那個 工尺這上面是 我每次都把山頸跟這個弄做 聖鋼那個 岩手 光是那三個線就死掉三萬多人 這就是明治時期的大海嘯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同 當你去過以後 你在回過頭來 重讀這一些 歷史典故的時候 你就很清楚會知道 喔原來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產生這樣 就是因為這樣的地形 所以 只要這個地方甚至於 你連那個很久以前 世界上最大的一陣就是 智利 智利的海嘯還吹到這邊 因為地形的關係 就被清涼進去 知道嗎 所以以後各位要去這邊玩 或者是住在這邊 千萬不要 因為以周期來看 五六十女就那些事實還小 而且都是很大 知道嗎 沒有 這就是 所有的對地理地質的知識 你了解以後 你就會知道這些的有現效 所以這個也是 你看這個也是奴媽 所以 當你一直不斷出現什麼 要奴媽奴媽奴媽的時候 你說這個字你總會忘掉 單字記不住多半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自己對這個字 不熟 沒有著力點 所以你就 感覺不到這個字的存在 但是你去到東北 你一下子 幾十個奴媽 全部出現在你面前 你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希望各位 慢慢這樣去體會 他有很多東西 在這些東西的整個過程裡面 我比較希望各位走進 那個他們的生活圈裡面 然後去學這些單字 不要死斑斑的 那在這裡有很多 那個我跟各位講過 你們去日本以後 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們就要多把它保留下來 也就是 說明的東西 你們要開始練習這樣 有什麼說明的文章圖片 你們要養成習慣 去就讀 像我現在都養成習慣 像這樣 有沒有 只要說明的 你去過那個地方 你不去讀他的話 你不了解周邊的環境 所以回來再讀都沒有關係 那因為現在的手機很好 你拍的再信 那個字都可以放大到很清楚 這個圖 我已經放到這樣 這麼小張 你看我拍下來 是這麼小張 那一樣你可以放到最大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就是我講的 你看到任何說明的文章內容 一定要拍下來讀 回來再讀的以後 你就會了解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日本海嘯最嚴重的地方 全是在東北 就因為這個深入海外的文章 小灣地形 所以就變得很漂亮 但是漂亮裡面印象的 就是這個風險 從他的歷史紀錄裡面 就可以看出 大概五六十年就來一次 這個到這邊也差不多五六十年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我們都以為 海嘯到處都 台灣有海嘯過 沒有海 為什麼 對 台灣的地形 外面 根本沒有小灣 台灣根本沒有小灣 所以你看台灣畫地圖 你畫出來你就思想 對不對 對 根本不太可能 用黏黏彎進去的地方 不是嗎 所以那個是完全不一樣 而日本那就是高高低低 然後外面都有很多小的 所以那就是表示它小灣進去 所以才會 滲透到那麼高 沒有這個都是知識 我希望各位去看看 所以你會看到日本 為什麼那個什麼 哪裡啊 松島 為什麼那麼漂亮 就因為外面有小島 而這小島是不是都有那個 伸出去 就是因為有伸出去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那個整個 那個海灣的漂亮 美景是這個樣貌出來的 知道 所以一般來講台灣的比較貴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台灣都是平的 圓黃的 我們看不到小灣 是不是 所以那個感覺不一樣 我們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台灣 我們沒有聽過所謂的指南 知道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了解 然後去看 然後實際去感受 去體會 我跟各位講過 東北我推 這兩個地方 各位 無論如何一定要去 第一個就是 那個平權 第一個就是 白神三明 這兩個一定要去 這唸 所以唸 シラガミ シラガミ 三明 那這個是 ヒライズム 平權 泉水就是一日米 為什麼這兩個一定要去 其他地方不去都沒有關係 我講實在話 因為平權是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白神三地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所以這兩個 日本全部二十五個 日本全部二十五個 世界遺產 這裡面就是 東北只有這兩個 這個中尊寺 那個平安時代的建築 這個國寶都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 那個三毛局 日本最大的原始森林 就在這邊 三毛局 很漂亮的地方 推薦各位 好 這個跟這個 都很容易去 適合 老少嫌疑 可以 來 把這個捏一捏 把這個捏一捏 把這個捏一捏再下一個 另外 這單字 沒有這個都不要背 你大概知道 以後你看到 以後你去到日本 像這個季節去日本 還有很多水果可以吃 不過我看到那個 那個麝香葡萄 本來想很下心來 反來吃 我吃過了 那我說這是很貴的 還是很貴啊 一串兩千九百塊日幣 台灣是一千多塊台幣 台灣太貴了 怎麼吃也沒有 但是後來我吃那個 那個叫什麼 日本另外一個葡萄 很有名 貓眼 不是貓眼 那個叫另外一個品種 那個叫 欸 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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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激 颶風 颶風 苹 颶風 有 顶風 對啊 就在那邊又大又便宜 一兩百塊是豬魚就吃到 所以比較新鮮 對啊 又好吃 然後他們講說那個什麼 那個富士的還是最好吃的 我問那個老闆娘 我們在跟他聊天嘛 他就講那個還是要吃富士品種 那個另外其他的大部分都帶有一點點酸味 他說富士的最好 他們自己種的 他就故意開在那個飯店旁邊 對啊 然後我們去逛街就吃便 看到就買來吃便宗便室 那一看就知道台灣人 日文人絕對不會這麼一樣 來把這個唸一下 那這哪是 那這哪是 這其實很老記 哦呼拉是那個飯店那個什麼 大餐 大餐 哦呼拉 哦是哦呼拉 這很老記喔 來 阿嘎比馬 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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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辟碼就青椒 加一個辟碼 那當然還有蟹oul 那個黃色 他們會前面加一個顏色而已 屁滿是統稱 豪牙 基本上日本這個豪牙最主要的產地是沖淚 所以沖淚最有名的料理就是豪牙 炒豪牙 他們炒的很好吃 他們那個炒法有一點像台灣的 鞋蛋 所以他們的炒法是很像台灣的 所以這個過雅質有那個 那一般白色的香煙 談論一下 幸煌 toti 在台灣也是很貴 但你們相比一下你就有發現到 日本的綠色的青菜很少 幾乎沒有 所以只有那個剛剛的米紫蘭 那個很少啊 所以我在日本就到最後只好吃沙拉達 因為你不吃沒有蔬菜 而且有什麼荷蓮手 荷蓮手跟那個 每次吃荷蓮手去到餐廳都吃荷蓮手 沒有 菠菜 法蓮草 來 米紫蘭 斯拉米 牛蛋 把這個去感吃牛肉的人去這邊一定要吃啊 先抬是最好的 這邊的牛肉牛舌都很老吃 我不知道 所以我那些朋友在吃的時候我就很生氣啊 吃吃吃吃吃 然後他們進去我又不能去 來 空 空 子彈乳馬 子彈乳馬 眼鏡乳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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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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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知识到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 当我们去过那个地方 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之后 你才能夠玩的進行 你看到的東西才會不一樣 這個地方我都希望各位慢慢選擇 下禮拜開始麻煩各位把這個帶過來 我們現在已經講到名詞距離的部分 以後我們就把每一個句子裡面的例句 一個一個解釋給各位 就把這個上完後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我們都已經講過 你自己要複習一下把所有變化弄少一點 沒有問題今天就散課 剛剛你說那個lap 那個什麼 那個蓋子是不是 對 沒有lap是透明的 那個 那個 袋子 我們這邊叫什麼 什麼膜 保鮮膜 Mabu就是保鮮膜 他連保鮮膜都沒用 所以我就很生氣 啊